我是跟深圳很结缘的人 经常出差深圳 去深圳必去华强北 华强北也是我心中的圣地 赛格大厦无疑是华强北的地标建筑 昨天华强北晃了一下 这晃一下不得了 数千人涌出这个大楼 这个太吓人了 所以现在到今天为止 人们也还是在猜测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大楼为什么晃了一下 因为没有地震 没有风 没有其他的影响 所以大家瞎猜 一个猜测就是说 这个大楼里面 现在疯狂的挖矿 比特币的挖矿 矿工太多了 其实人家说挖矿不足以形成这样的振动 毕竟那些硬盘啊 什么都是固态硬盘啊 是吧 现在的这些设备 它的振动频率也是混乱的 不可能同步啊 那再多的挖矿机在里面 它也不形成影响 更何况这栋楼虽然在华强北 但并不是主要拿来挖矿的 在里面干活的人也都 并不都是要挖矿的 所以挖矿这一说也不存在 那深圳的专家给出来的几个说法 当然都会跟这个同频共振有关系 肯定是共振造成的这个大楼的晃动 那其中因为这个赛格地下有两条地铁线 这两条地铁线当时列车的驶 驶过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现在无法还原 但是我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地铁造成的 地铁的震动啊 某种震动造成的大楼的晃动 其实晃动一下 大楼晃动一下 不用太操心 不用太担心 全世界各处都有这样的事发生过 那广东更有意思的是那个桥 那个虎门大桥晃动过 我们也说过 那大楼晃一下也很正常 毕竟这个三百米的大楼 还是有很多人在监测当中的 有的人在网上瞎说 说什么这个晃了以后 那个里面的钢筋啊什么的 会摩擦会起热会断裂 这都是无根据的这个瞎猜测 专家的这个结论是这个大楼的这个各项指标 技术指标都是达标的 不存在有这个结构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楼呢 基本上应该还会这个正常运行 过过个一个月 大家可能就忘记这事了 但是确实超高型建筑 还是面临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们已经造了那么多的超高型大楼 像上海据说已经超过四五千座的 这个三百米左右的 一百米以上的这个高楼了 所以这个高楼是容易建 但是怎么样保证所有的高楼的稳定安全运行 尤其还有这么多年 百年建筑 一栋楼建在那儿要管一百年 是吧 一百年时间里面它不出问题 所以这些大楼呢 我们也还是希望所有的楼都应该做体检 都要进行监控 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同时呢 在这些大楼里面生活工作 也要时刻有一颗这个救灾 逃灾的这个心 要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 要有预案 逃生的时候 这一次算好了 逃生的时候就跑掉几双鞋而已 如果发生彩探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所以对于现在大城市里面 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 不能不说提个心 参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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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